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收盘分析 三大指数 今天是选择了一个震荡的走势行情 没有什么交易方向 早盘的PPI也是好预期的 市场冲高之后 甩出来了一条上影线 但是整体的趋势 没有任何的改变 波段上面来讲的话 看不到什么回调的信号和姿态 很快就要打到100周期均线 30分钟的15800的位置 我们看看有没有反弹 只要不跌破15650 在纳指的期指上面的话 这个上升式是没有改变的 逢低买入依然是我们的主旋律 那么在今天这个市场高 来回抖动震荡的时候 收盘后纳指跌了不少 收盘后往下跳水了 是谁报了业绩不好吗 等会我们再看一下 那整个今天日内 我们还是有一个很好的收益 我们在不同的点位 在就把握着逢低 buy the deep的机会 不断的向上去做多 那我们最后还是锁定了300块钱的利润 300块钱是一个账户 我们现在是20个账户 同时在做 所以就是copy trade 我只要在一个账户里下单 剩下的账户就同时性的去下单 这样的好处就是你不需要对一个账户的资金那么大 这样的话就降低了很多的风险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20个账户今天做的话 我们的收益就可以达到6000块钱的盈利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然后我们APEX今天已经是15号了 我们又可以取钱了 今天又取了3000块钱出来 正在盆顶当中 反正就很好 然后我们新的账户也很有可能 在接下来两天 如果我们再赚600块钱的话 因为26600就可以再取钱 再赚600块钱的话 我们就又可以往外再取5000块钱出来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跟上我们的气质的交易 那么不想做期货的朋友们 正股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正股的收益也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正股今天锁定了997的利润 那主要就是我们昨天开仓的拼多多 和之前开仓的富途表现得很好 这两个的收益非常好 就是主要是习近平来美国 然后对中概股是有一个比较利好的提振 然后小盘股表现在也还行 今天日内我们做了特斯拉 做了亚马逊 然后可能有一个像特斯拉有239的利润 亚马逊就没赚钱 就只有700块钱的利润 AMD就是一个横盘的状态 没有什么改变 AMD今天有下跌 但是对我们的账户来讲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因为我们做了sell cover call 套在120块钱 把所有的利润都锁在了120块钱这个地方 接下来赚的就是AMD的佣金premium上面的一个损耗 表现不太好的是ROBLOX 我有一个ROBLOX的仓名 今天是亏了1000 总共亏了1400块钱 所以整体的利润今天是997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账户的框架 ROBLOX我还是觉得不错的 我觉得ROBLOX表现的还是挺好的 我再关注这个30分钟会不会破位 如果破了的话那就算了就不要了 就止损掉 但是如果没有破的话 ROBLOX还是一个往44块钱进攻的一个产品 那大盘现在大家都在想 说大盘是不是要跌了 会不会回调 它不可能不回调的 对吧 涨了这么多天了 它必然会回调 但是我不知道回调的时间点 是明天回调还是后天回调 比如说明天高位震荡 后天再下跌怎么办呢 我现在只能告诉大家 我看不到回调的信号 如果明天市场小盘股有破位的姿态的话 我会卖掉我手里面的TNA 把我这个做多小盘股的仓位 我给卖掉 因为这个我们已经有30%的 这个34的利润 我会把小盘股卖掉 很有可能我会反手开一个TGA 但是开完之后 我会当日就了结这个仓位 我不会持有太多的空头仓位去过夜 大部分的空头日内就会了结掉 因为整个的盘面的这个状态 是非常强势的 大部分的朋友都会觉得说 这个市场涨了这么高了 不可能不下跌 所以他就经常去做空 其实你做空的理由很简单 你就是觉得涨太多了 就要做空 而美股就最忌讳的就是这一点 牛市轻易不眼顶 希望大家警惕 千万不要用利夫莫尔的话说 千万不要因为一个股票涨的太多 就去做空它 也不要因为一个股票跌的太多 就去抄底它 我觉得这句话百年前直到今天 依然对我们的这个市场是适用的 希望大家再评一评 好吧 然后大家可以去来我们的Chines FM的官网 YouTube上面来看我们更细节的 如何避免逼空 如何避免控制不住手 一掌多了就要去做空的这个毛病 那我们在稍后的直播节目当中 会更多的跟大家分享这个细节 今天时间有限 大家可以 如果对我们的盈利有兴趣 对感恩节我们的这个福利有兴趣的话 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感恩节的折扣 大家可以扫我们右下方的二维码 Chines FM2022 电话是800958-8561 和我们的客服去联系 好吧 希望我们的这个利润可以帮助到那些还在亏损 或者想要盈利的朋友们 在美股市场当中 可以给大家寻找一个指引的方向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